瑟佳燕新村粉紅色長禮群 戴著配套的粉紅色閃色口罩 出席音樂節目錄影 她表示很感謝造型師的精心設計 佳燕姐停工半個月後首日復工 她表示自己是一個很愛熱鬧和愛工作的人 第一次停工半個月 每天在家都很無聊 今次是我自我隔離兩個禮拜 其實這兩個禮拜都挺難過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很愛動的人 我很少說兩個禮拜都不出門 尤其是我很親子 我很多時候吃飯和兒女一起 她們個個都不過來 只是按鐘燈燈 你想想見一下她們 打開門就看到地上放些東西 買了些東西給我吃 全部都是視頻在WhatsApp見面 我就說我真的不習慣這麼孤獨 但沒辦法 今次的疫情是多重要的 尤其是我女兒在美國 經常打電話說媽媽媽 你不要去街了 你不要去街了 我說我出去收一下夾 不用收夾了 她說沒有人看你的指甲了 她說你在家好好休息 其實第一次我已經做了測試 陰性是沒事的 但因為現在有很多隱蔽的病毒 還沒發出來 我就很擔心 所以我自我隔離了兩個禮拜 前天做了測試 陰性是沒事的 所以我就跟公司說 我今天可以回來做節目了 昨天是嘉義姐媳婦的生日 她表示 因為昨天就是我媳婦的生日 第一件事是出街裝美 因為你在家裡沒有去街 不用化妝 不用梳頭 不用的時候 覺得自己的樣子很烏惑 原來出街梳頭 收一下夾 她的樣子都精神了 穿上一件漂亮的衣服 當然就跟我媳婦慶祝餐 不用按鐘放下食物 可以一起吃 所以我很感謝我朋友和Pahay 和我點了很多 現在很喜歡上門 送點火鍋 有很多東西吃 可以一起聊聊天 好像另一個人生一樣 而且是很開心的